我们有r减去三又四分之一的绝对值小于二又二分之一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解决r的方案,我们必须先处理绝对值 所以我们先可以把绝对值里的算式看成位置数x 让我们假设x的绝对值小于二又二分之一 这意味着从x到0的距离小于二又二分之一 x必须小于二又二分之一和x必须大于负二又二分之一 考虑一下,如果我们在这里画一条数轴 这里是0,这里是二又二分之一,这里是负二又二分之一 这两个数之间的距离就是二又二分之一的绝对值 因为绝对值中有两个二又二分之一 现在我们如果想看到所有数字,谁的绝对值小于二又二分之一 或者大于负二又二分之一 这将是这两个数之间所有的数 而这正是x的绝对值 x应该小于二又二分之一和x应该大于负二又二分之一 如果x的绝对值大于二又二分之一 这将是对应这边的数 让我们来试着去解x 这段到0的距离应该小于二又二分之一 我们可以写下来,2r-3又四分之一小于二又二分之一 和2r-3又四分之一大于负二又二分之一 如果不介意的话,我在这里画一条线把它们隔开 省着我们把它们混了 同样这里,这部分应该大于负二又二分之一 这里应该小于二又二分之一 所以让我们分别解这两部分 首先看到这里这么多都是带分数 我们需要把这些带分数化成假分数 这样以便于我们接下来的计算 来,我们计算这些分数 我不喜欢带分数 所以我把它们都换成假分数 我们把它们整理,重新写出来 2r-3又四分之一 把带分数化为假分数 3乘4得12加分子一得13 三分四分之13 小于2r得4加分子一得5 二分之五 还有这边 2r-4分之13 大于负二分之五 这是第一个不等式 这边是第二个不等式 我们在这把它解一下 好的,让我们分别对它们进行计算 我们先往这边挪一下 化解分数 我们在左右两边同时乘以4 因为4是这个不等式的两边的公约数 4乘以22得到82 减去4乘以四分之13得到13 因为我们左右两边都乘的是一个正数 所以不用考虑不等式符号的变化 小于2分之5乘以4 24约分得2 2乘5得10 所以我们得到82-13 小于10 接下来我们左右两边都加上13 我们要把左边的13去掉 左右两边都加上13 得到82小于23 现在两边都除以8 再一次我们不用担心不等式左右两边符号的方向 因为不等式左右两边同时乘以或除以一个正数 不等号的方向不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得到2小于8分之23 我们需要把甲分数化为带分数 得到2小于2有8分之7 这是其中一个 但是我们还要记住还有另一个 因为我们在这里写的是和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 因此另一边告诉我们 2-4分之13 大于-2分之5 让我们在不等式两边都乘以4 因此4乘2得到82 减去4乘以4分之13 得到13 4乘以2分之5 得到10 然后我们在不等式两边都加上13 左边得到82 大于-10 加上13 等于3 然后两边同时除以8 得到R大于8分之3 因此两个条件 R需要小于2有8分之7 和大于8分之3 把它写下来 R大于8分之3 或者8分之3小于R 小于R有8分之7 来 让我们画掉速轴把它表示一下 这里 是0 这里 是1 这里是2 这里是3 我们要的值小于2有8分之7 让我们来画一下 这里是2有8分之7 和我们需要大于8分之3 因此3 画哪儿呢 画这儿 这之间的全部就是它们的绝对值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得到的结果 1可能是正确的答案 我们来做一下 2乘以1 减去3 又4分之1 这是2 减去3 又4分之1 2 减去3又4分之1 得到负1 又4分之3 代入绝对值 我们把它代入方程 1又4分之3的绝对值 小于2又2分之1 现在让我们尝试另一个数字 我们来用0来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成立 如果我们把0带进去 会是什么结果呢 2乘以0 等于0 0减去3又4分之1 得到负3又4分之1 负3又4分之1的绝对值 是3又4分之1 3又4分之1又大于2又2分之1 所以不成立 统离我们代入3看一看 2乘以3等于6 减去3又4分之1 等于2又4分之1 它又大于2又2分之1 因此我们尝试了绝对值以外的所有数都不成立 到这里我们结束了